这跟中国的努力 它的投资是不成比例的 因为中国在外宣上的投资是非常非常大的 它的外宣上的投资不只是自己到各地去办媒体或者派驻人员去 它还用各种方法去拉拢各国的媒体 但是它在英语世界里头是完全是走不通的 或在先进国家里头 它得到的回报是越来越负面 也就是它今天想掌控话语权 是做了大量的投资大量的努力 但是收获却是非常有限 至少在英语系统或者发达国家 它所得到的评价是越来越负面 那么当然它在这个比较中小型国家 是它的话语权的争夺战 是有相当的掌握 那么这些国家的媒体很多都跟大陆保持非常良好的关系 那么他们的这个政治关系 跟大陆的外交关系也是不错的 所以它在这个所谓的外宣或者外交关系 或者人心的争取上面 或者话语权的争夺上面来讲 那么它在所谓后进国家 是比较有点沉寂 那总体来讲 中共今天它对外的这个 我们可以用认知作战 认知作战 是战果非常不丰厚 它战果是很贫乏的 那么这个跟它的这个话语体系 它对外发言或是媒体的报道 以及别人对它的报道 是有很大的关系 因为今天中共最大的问题 就是说 它跟西方国家所信奉的 什么言论自由 所谓自由民主人权法治 所谓的这一个尊重宗教 这些文明 是有相当大的差距 那么它的所作所为 常常是不被许多国家 和许多世界人士所认同的 你做的事情不被人认同 你想用话语权去夺取人家的好感 这是很不容易的 你干的好事 你好话就容易传 你干的事情别人不认同 认为那是坏事 那么你的文权体系 认知作战就非常的不顺利 所以今天我们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今天在世界各国派驻到美国的 派驻到中国的新闻工作者 人数是越来越减少 为什么减少呢 因为中共动不动把人赶走 动不动不发签证给人家 或者别的国家的媒体 他觉得在那边压力太大 有人身安全的问题 有报道不自由的问题 所以他也很容易要撤 那么这个是你的一个严重损失 因为你对于外国的这个 习近平讲国际传播 国际传播 是很多要透过外国的媒体 在中国大陆的派驻人员 他们发出去的讯息来影响的 但今天中国大陆的所作所为 就是常常跟这些 这个西方国家的媒体的派驻人员 敌对 敌对 那么另外他所作所为呢 就是说常常引起人家的 这个反感 比如说新疆问题 新疆人权问题的处理 维吾尔族的对待问题 你把威权统治那一套 再加上反恐那一套 全部加注在他们身上 那当然会引起 这个很多国家的恶贫 另外就是说你今天对香港问题的处理 是那么严厉 那么你如何透过你的什么认知作战 让世界上的民意 各国的民众对你 没有不同意见认同你的作为呢 这很难 你今天除非你在香港 实行民主 你尊重高度自治的需求 那么你的文宣就好做了嘛 但是今天中国的文宣体系 其实他们也是面对很大难题 因为他们这么做的事情 跟世界一般国家 或者是发达国家 或者是文明国家的民意的 认同差别太大 那你今天对台湾一乎如此 今天差不多全世界 都是国家同情台湾的处境 那么你还军机绕台 然后口口声称要统一台湾 要批判台湾跟美国 作为美国的棋子 这些话语呢 就是说你的认知 你的思维 你的目标 都跟世界上很多的民意的认知 有差距 所以说话语体系是很难 扭准你的所作所为 给你的观感 今天习近平讲 什么让世界上人觉得中国可信 可爱 可敬 那么坦白讲 这不是文宣体系可以做得到的 不是认知作战就可以做得到的 你即使不搞战狼外交 但是你的所作所为 狼性十足的话 那么你即使不搞战狼外交 人家还是对你没有好感 不会觉得你可爱 所以今天来讲 不是把中国故事说得好 就能够赢得世界人心的认识 而是你要把你所作所为 能够博得世人的好感 即使你不说 别人也会帮你说 也会觉得你可信可爱可敬 最重要是你做了什么 而不是你说了什么 伯东兄 我想请教您在美国 这个长期观察政治跟社会 这所谓中国的形象跟中国的故事 多少是不是这三四十年有所改变 那习近平最近这个谈话 您觉得中国的大外宣准备要变脸了吗 有可能有改变吗 不会根本上改变 我同意陈董刚才讲的战术调整 根本改变不会 但是如果对中国的宣传部有一个评价的话 宣传系统有一个评价的话 我是说近五六年以来 大内宣很成功 大外宣很失败 所谓大内宣很成功 他成功的把中国的这个大多数人 这个头脑转向 说这是帝国主义欺负我们 外国记者都是这个偏颇的报道我们 这个然后举了很多例子 然后呢帝国主义欺负我们呢 这个有了一个突破性的一个进展 原来这个中国的中央电视台 或者他的报纸 一向是不说对方那个完整的话是怎么讲的 美国的完整的话怎么讲 英国完整的话怎么讲 这个挑其中他认为听着不顺耳的 拿出来报道 说你怎么怎么攻击我 然后我怎么这么反击 原来一直是这样 但是呢疫情以来 中国的大内宣发生了一个根本的变化 开始原汁原味的介绍美国的说法 甚至把川普总统的那些话直接亮到 这个这个电视上 这个川建国同志真的是帮了中国大内宣的忙 这个所以这个 这个内宣方面是现在是相当成功的 这个基本上把中国内部的这种民心 这个人性都聚集起来了 那么现在到这个时候呢 这个外宣方面 这个中国一直说这个战狼外交是美国掀起的 从蓬佩奥国务卿开始 然后中国就是这个这个反驳 会往回怼 但是呢却在西方的眼睛里边 被看成是中国掀起了战狼外交 但是事实上 这个中国的各个驻外大使 在自己的推特上 或者或者发言有很多了 英国的这个拉美的一些大使 这个包括这个新闻发言人 外交部的所显示出来这种咄咄逼人的这种态势 无论是对澳大利亚 对美国 对英国的BBC等等吧 这个所甩出来的那些狠话或者讥讽 也确实给人带来了这个这个特别不良的一个印象 而且呢就像刚才这个陈总讲到 这个你的事情做得好 大家都会帮你宣传 你的事情做得不好 对香港对这个台湾对这个维吾尔人等等 这些事情都是没有办法否认的 但是就中国而言 能不能够改变这些事情 就是把做的事情把它改变了 香港是有机会的 比方说你关完法之后 能不能继续这个宣称 我还要履行这个民主选举 民主选民主选等等这些东西 现在看不到中国的积极动作 对这个新疆维吾尔人方面 说现在学习班都结束了 或者西方说的集中营都结束了 能不能更加的给予亲善的这样一些安排 当然最近有些扶贫方面的做法 对台湾能不能说我既反对台独 同时呢愿意跟台湾人民建立更加紧密的关系 这个采取缓和的措施 这些事情呢都没有做到 新闻这个管制方面 这个抓捕记者 国内的各种各样的记者 包括维权律师 这个驱赶外国记者的事情 还是时有发生 那么在这样的状态下 说是你光凭着自己的一张嘴 要说好自己的什么好故事 给人好心酱 这个事情是很难做到的 但是呢 认知作战这种事情 是一个跟大的政治 地缘政治 包括国际整体 这个潮流是合为一致的 就像刚才我评价 中美两个大国 中美俄三国演义 三国四方 现在的博弈 最后呢 美国大概可能只能打一个平手 这个中国的整个崛起的势头 和这个威权主义的这套东西 这个很难短期内消除 当然我们在给这个中共的建议当中 利促他向新加坡学习 这个这个 而且呢 利促中美两国 不要交叉互相指责 而是要交叉互相学习 美国学习中国现在的什么 人类命运共同体啊 这个这个这样一套国际理念 促国际和平 中国应该学习美国的民主制度 和言论自由 这个这都是我们一种愿望 这个短期内看不到 他这样一个大外宣的战术性调整 这个能够取得他令他满意的效果 当然长期看也不会把它怎么样 这个就是这样一个胶着的状态 中美之间对抗 肯定是未来十年 要有一个成 要有一个最后的分枪 这个包括台湾会裹挟在其中 五年左右时间会有一个分枪 当那个分枪出现的时候 我们再来评价 你会看到社会 世界最后不得不回到一个 中美这个从对峙 到互相合作的一个局面 然后中国的本身的政治制度 和言论自由 在未来的十年随着经济增长 和人均水平的提高 会进一步扩大 它会缓慢的 向一个大家认同的一个民主制度方向 去自我转折 这个我也是抱有期待和有信心的 谢谢 伟东你需要这个 你不止一直提到这五年之内 这个北京可能对台湾有所处理 这五年的时间 是不是跟解放军建军百年有关系 或者是跟习近平明年二十大之后 虚认这个中国领导人之后 有很大的关联性 是的 我在这个现在说是2013年 已经有八年了 我发表了一篇东西 就因为那个发表那个东西 我出走美国 那篇东西的文章的标题叫 这个走不通的红色帝国之路 对习近平的这个整个的 这个执政以来的方针和策略 有一个综合的分析 这个综合分析当中 当然提到这个整个中国共产党 正在去谋划 去共产主义化 变成一个民族主义政党 后来我开玩笑说 我长大了就成了你 就中国现在 中共现在成了三十年代的威权的国民党 这个攘外安内 这套策略 然后钳制言论自由 这个然后呢 又变成一个民族主义政党 它事实上 所以我正在给中共的建议当中提到 希望它抛弃共产党 一百年来的历史包袱 在中国二十大上更名为中华共生党 这中华共生党 这不是跟他这个 共同生活 共生是 共同生活 对对对 这是我们的建议了 但是我同时说 在那篇文章里边就提到 习近平给中国人说了一个中国梦 这个中国梦呢 就是说 百年这个崛起 然后这个民族富强 富国强兵 等等啊 为人民服务的这套宗旨 这个 这是习近平给中国人 让中国人做的梦 而且这几年这个梦呢 总体评估下来 还是做的不错的 让中国人做的梦 但习近平自己的梦是什么 习近平自己的梦 就是要当中华的统一之父 新的彼得大帝 那么会在什么时间 实现他这个目标呢 在他第三个日期 大概 这个这个执政十年左右 国内稳定 现在他已经定于一尊 国内的挑战 基本上没有 然后随着军力的增长 那么这个梦 他是一定要做 而且一定要达成目标的 这个意志 慢慢的现在和整个 中国国内老百姓的意志 统一起来了 他得到了巨大的 国内的民意支持 那么这五年的时间 就是我刚才提到的 军备准备 军备准备 他也不会对台湾 真正动武的 如果这个只会 比方说围困 逼想 逼迫投降 这个用这样的方式 那么军力准备 给谁准备 给美国准备 中国传统的战术 围贬打援 希望通过台海一战 把美国打残 这才是他的老谋 深层的含义 围住一个点 打援军 跟国民党之间打仗 就基本上经常用这种策略 那么美国自己 28次兵器退院 18次兵器退院都输了 在台海局部 美国是绝对没有优势 那么这种情况下 如果台湾过度的 抱住美国大腿 然后说将来一定会有 这么一个大救星降临 会救他 这件事实在是在做梦 这是一个虚幻的梦 美国只是想办法 卖给台湾武器 美国的右翼力量 这个挑动台海的局势 然后卖武器 希望中国人跟中国人自己打 那么现在最重要的是 中国人不要跟中国人自己打 一百多年的这样的 这个这个这个 这样的分离的痛苦 这个70年的分离痛苦 一百多年的这样的 一个历史历程 中国人自己应该有大智慧 把它化解掉 这话就不多说了 谢谢 谢谢伟东的分析 董事长 那个刚才伟东兄提到了 我有时候发现 这个中国旅外学人 或海外学者 以中国内部在看台湾 看两岸 跟台湾本岛 在看两岸 看这个台湾 都境界跟视野都不太一样 你来自台湾 你可不可以谈一谈 刚才伟东兄提到了 这一段过程 过去75年的分离 以及中华民国 成立一百多年来的 这个历史恩怨 你怎么样 你怎么样 来从台湾的 目前现在 这种仇中的 这种政治正确 来看待着 未来两岸的 这个可能的情况 目前看是应该往悲观的 方向走 在1980年代到 2016年左右 2014年 15年之前 那么两岸关系 是往好的方向走 往和谐的方向走 往这个 冤啊 冤啊 解冤的方向走 但是呢 2015年之后 是急剧的往这个 紧张的关系走 2017年 这个川普执政之后 关系更加的恶劣 然后拜登 比起川普 他只是 这个 反对 遏制中国的战略 更高明 他并没有态度更温和 而且呢 他步步的 这个 按照他的 这个布局呢 要遏住中国的喉咙 那么台湾在这个过程里头 跟大陆的关系更加的恶化 今天 台湾已经变成中共 的一个眼中钉 他认为你是勾结外力 勾结外力 来这个 作为一个民族的叛徒 来打击 来压 这个 压迫中国 所以今天台湾 已经被中共 以及中国大陆人民 认定是一个敌对势力 那么跟当年 这个1990年代 两岸这个官方 还什么可以和 孤王会谈啊 这一大堆 马英九时代可以 签二十几种协定 然后两岸热络交流 人民之间相互 观感都改善 而且愿意为未来的 统一的方式 大家来讨论 现在已经门全部关上 今天中国大陆只有一个 对台湾的一个想法 就是怎么收拾你 那么今天台湾多数的民意 共同的就是不愿意统一 那么既然中共非统一不可 而和平统一 这希望越来越渺茫 所以今天 处在中美战略对抗 而且这个对抗 不是五年十年可以解决的 可能是半个世纪 不会基本上的改变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你台湾 势必成为 这个中部 要收拾的一个 对象 那么这个对象呢 今天又可以说是 做一个战略上的 一个鲜明的抉择 就是一面倒 倒向美国 那么这个来讲 是中共无法容忍 在今天可以说 从方方面面 做细致的部署 准备 叫做制统台湾 所谓制统呢 就是不是纯粹的武力 也不是和平 和平就没有希望 就是以武力的压迫 胁迫你 这个 妥协 甚至投降 刚刚李先生也讲得非常透彻 那么这个命运 越来越逼近 越来越逼近 今天中共已经没有理由 去调整这样的一个 他们的一个政策的走向 所以他是步步进逼的 所以台湾今天 内部 虽然反共的意志 反共的意志越来越强 但是必须看到 你面对的现实上 未来是什么 你有 按照你的惯性 一路走下去 不回头 不回头 还是要回头 看一看今天 你所情势 而做自我调整 我想今天台湾是面对 这样的一个 重新思考 重新抉择的一个 历史性的关键时刻 文龙兄 我最后想请教你 就是说在 两岸高层 包括台湾高层 因为政治意识 政治利益的问题 封闭 以及所有的对话管道 但是经济又迫于现实 必须大量的依赖 依赖中国大陆 然后两岸的经贸 非常紧密结合 但是底层的文化跟人民之间 感情纠葛的因素 历史的因素 又加上现在目前 台湾的这种仇恨 民间之间的 这两岸仇恨的问题 好像隐然而生 这个最后 可不可以请你看一下 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两岸之间 这个未来几年 你讲的五年 五年可能有一战会怎么样 不管任何形态来讲 未来两岸关系的发展 你觉得会是怎么样 一个情况出现 可不可以最后 跟我们节目做个总结一下 好的 我用一个民间的俗语 来评价现在大陆的台湾的关系 这个关系是 用两个字来评价 很变态 什么叫很变态呢 就是大陆是台湾的 这个衣食父母 现在是 你这个 一千一百多亿美元的顺差 中国跟全世界 任何一个地区 都没有这么大的 这个贸易历程 占了整个台湾的 对外出口的 43%到45%左右的 这样的规模 而两百万人台商 在大陆在经常 这么密切的一种经贸关系 然后你跟这个 这个衣食父母较劲 打架 跟澳大利亚一样 澳大利亚37% 贸易依赖 依赖中国大陆 当然这两个 澳大利亚也好 这个台湾也好 成了美国的两个小卫星国 给美国当棋子 所以这个关系很变态 那么这个变态的状态下去 谁变态了 大陆变态了吗 国民党执政的时候 大陆不是一直 这个两岸一家亲 血浓一水 同胞 然后不停地给予优惠 然后民进党的操作 就是说 你这是这个 这个经济统战 等等等等 想方设法 要把它撕裂 撕又撕不开 然后又抱着一个外人的大腿 在中华民族的角度上看 来做这个事 那么变态的肯定不是大陆 变态的是民进党 那么虽然变态 就像我们遇到一个变态的人 说大家都拿他没办法 怎么才能够解决呢 他自己不变态就好 所以球实际上在民进党史上 你把你这个球投向哪一个篮筐 或者说你居中 大致会去平衡两个大国 对你的压力 矛盾瞬间而解 而且我多次说 在推特上也说 台湾现在唯一剩下的时间 就是以民主为武器 来应对大陆的这种军事压力 你是一百多年的民主国家 你的制度被全世界交口称赞 大陆人民原来也称赞了 这是你唯一的优势 台湾良好的社会秩序 良好的中华民族的移风 宗教自由等等 然后良好的民主制度 这是你唯一的武器 而不是说美国的武器是你的武器 你唯一的武器不好好使用 然后把两岸弄成一种变态的状态 自现困局 自现绝境 而且越来越没有希望 所以我诚恳的呼吁和建议 民进党运用民主武器 化被动为主动 主动跟大陆开始进行和平谈判 争取建立两岸的一个长期的和平机制 把这个民主作为一个未来 大陆比方说你可以提条件 民主化或者达到一定程度 我也愿意做统一 作为民进党的一种执政选项 台海的危机 包括大陆武力攻台的口实 瞬间就没了 在高度危险的情况下 华力转身就会迅速的解决两岸的危局 如果继续玩弄以往的这套手段 危也但也 谢谢 董事长 最后这个G7 外长会刚刚有做一个结论 就是说也期待两岸 台海能够和平取决 刚才这个伟东兄提到的 这个现在两岸的状态是这种变态 然后你觉得 蔡英文愿意跟 或想跟这个北京和平谈判吗 你觉得他有这个 心里真的是有真心这个意图吗 他完全没有这个意图 他这个希望缓和两岸关系 是希望中共对台湾的压力 那么至于说 要他跟中共什么和平谈判 那么只有一种可能 就是被美国逼迫 台湾现在紧紧的跟着美国走 抱着美国大腿 以美国为护身 这个为这个保护上 那么他现在呢 除非被美国逼迫 说你非跟中国 这个和解 保持良好的政策关系不可 然后 这个我呢 是这个支持你跟他和解 而不支持你跟他对抗 除非美国转换成这种态度 我知道蔡英文 民进党政策根本不可能回心转意 他不可能调整方向 他一切以美国的意志 是从 为美国意志是从 今天中共他也非常清楚 今天台湾问题是中美问题 不是两岸问题 尤其在蔡英文民党执政之下 百分之百跟着美国走 所以他只有跟美国 这个相互施压 然后 可能将来 能够什么交换 交换 交换的关系 然后让美国呢 出来这个处理台湾问题 因为台湾跟中共拒绝和谈 只有美国 他可以 可以有力量 来迫使台湾改变跟中国的关系 所以今天 中国的意思 也非常清楚 就是 两岸关系 不是问题 中美关系才是问题 解决台湾问题 是从中美关系下手 而蔡英文 或者民进党政策 愿意跟中国大陆 一个政治上改选 跟他们寻求和解 政治和谈 那也必然是在美国的逼迫 和要求之下才有可能 你觉得 伟东中请讲来 你有什么最后想 完全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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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长刚才的评论 那你觉得 你觉得美国在 美国 我们给美国的建议 就是说 你去做 促和的 努力 不要挑起战争 但是 现在美国的右翼势力 在国际问题上 占据主导地位 努力在挑动 两岸之间的 紧绷的这根弦 所以呢 我对未来 跟董事长的判断 一样是非常悲观 那你觉得 美国在 什么样情况之下 他有可能 把这个政策改变 到两岸 能够处合 美国把台湾 也当成一个大的 就是说 我刚才说了 这个中国看待台湾 是一个美国 在这堵门 将来你这个地方 要出现台湾国 那一定美国 可以出军 对不对 这个 对中国来说 大陆未来的危险 就是这样 不想让台独就这样 对美国来说 如果第一岛链破 美国说 宫古海峡 日本 韩国 这个甚至夏威夷 都会送到 受到中国巨大增长的 这种军力的威胁 这是美国内部的 各种智库报告 在最近 这个一股脑的讨论 大量的台湾问题里边 反复强调的观点 连我们这个 这个非常尊敬的 跟我个人关系 很好的李安勇教授 都持这样的看法 就是说让美国 撤出第一岛链 是做不到的 那么 那么这等于是 中美之间的一个死结 台湾这个岛 成了中美之间的死结 那么这个死结 怎么才能够最后化解 就是中国的力量 已经增长到 美国不放弃 不行的时候 美国就会猝核了 美国不会让中国 这个这么轻易的拿回去 然后变成一个威权体制 这一点美国是 坚决不会同意的 但是美国可以撤出 对台湾的 这种棋子的利用 那么一定要需要 十年左右时间 中美力量平衡对比 美国认为可以放弃 你看兰德公司 年初的报告说 在整个亚太地区 我们什么都可以放弃 台湾也可以放弃 其他都可以放弃 唯有日本和印度 两个点 我们要站得住 就行了 兰德公司已经提出 这样的报告 那么我相信 随着中国的这种 势均力敌状态的 逐渐增长 美国愿意放弃 把台湾变成 第一岛链的 一把大锁 锁到的时候 中美之间就缓解了 那么现在 他是想把这个锁 锁得更紧 然后大陆方面 是努力想要解锁 这样一个过程 所以未来五年 到十年当中 激烈的对抗 难以避免 好 谢谢董事长 谢谢伟东兄 精辟的讲解分析 我们时间的关系 这才很不好意思 没办法继续讨论下去 不过我们下礼拜 未来这一礼拜 有很多的事情 包括拜登的欧洲之行 到底会插住 谁面的火花 是不是还有新的 新的见解 我们下个礼拜 可以同一 礼拜一礼拜二 可以再来讨论一下 董事长谢谢你 这一礼拜